兄弟们在广州天天干临时工啊 这几天拍视频都没有时间了啊 这个干临时工啊工作强度有点大啊 真的挺辛苦的啊 这几天都是在一个厂连续干临时工啊 今天就是第三天啊 我这个干临时工都是基建的嘛 多了多得 做完一道工序就可以结账了 今天就可以结账了 全部可以搞完了嘛 干完三天到晚上拿工资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工资单啊 平均有多少钱一天啊 这一次呢 在那个厂干临时工啊 那个车间管理是个女的啊 是我以前一起上班的一个同事啊 三年前 三年之后她现在是车间管理啊 我还是这样子一如既往的干临时工 自贪不如啊 现在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车间里面上班啊 到晚上给你们看看啊 干了三天在广州干临时工平均有多少钱一天 现在出发去厂里面上班 现在出发去厂里面上班 到车间了 带你们看一下这个车间有多大 这是一个手带厂啊 全都是做包的 管理给我开单 结工资了 干了三天 看我这个工资收入怎么样 兄弟们 先把回来了 现在已经到出发了啊 在这个厂连续干了三年临时工 一到工需做完就可以结账走人啊 这次这个工资单里面也看到了啊 干了三天 挣了一千零十块钱啊 连续在广州干了有半个月临时工了啊 这干临时工啊 这工作潜度也是非常大啊 我一天最少要干十两岁以上 加码加点就是为了多这点钱啊 不过这个工资收入还可以啊 每天都是三百多一天 在这个厂连续干了三天呢 一千零十块钱啊 平均也是三百多一天啊 连续干了半个月了 现在实际上的实力又开始 钱大了啊 但是呢 这次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碰见以前的老同事了 而且是个女的啊 三年前他给我在一个厂上买的啊 现在居然坐上了车间管理啊 当时我去到这个厂里面干临时工啊 他看到我 大吃一惊 他问我现在怎么干临时工呢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我只能一刹个法 我说现在厂里面没活干嘛 出来干临时工体验一下生活嘛 他也没说什么了 肯定也是看出我现在的促进 我也不敢说我现在失业了嘛 人也要面子是不是 以前跟我一起做车间员工 现在居然坐上了车间管理 而我呢还是干临时工 三天打鱼也得晒碗 失业的状态 真的是无言面对啊 我只能上班了啊 然后在这里干了三天啊 把这道工序做完 他工价也给我给他高一点啊 三百多一天了 他叫我继续干下去 然后我感觉那道工序不划算了 我就不干了啊 然后又结账 现在下班回来了嘛 所以说啊 能不能老是去干临时工 经常干临时工 不行的啊 你看我以前的同事啊 而且是个女的 都敢去做车间管理 为什么我不敢去做呢 其实我也可以 我感觉啊 但是呢 唉算了 多得也不想说了啊 今天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吧 我们一起加油吧 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